住宅设置域型的细水池或游泳池 其加温系统在安全性的考量下 以热拱型的加温系统为主 尽量避免瓦斯或锅炉明火加热 让我们来热拱型的机房走走看看 从车道爬上来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游泳池的机房 那现在看到圆圆的这几棵 它就是我们平常 有泳池在运作的时候 来过滤那个池子里面水的过滤桶 那这一棵就是我们的SPA池的 那旁边这一棵是儿童池 那后面那三棵 就是我们的游泳池 那我们每天都会让它跑 就是我们每天都有设定timers 让它固定的时间 就是会自己运作这样子 然后这个过滤桶最主要的功用 就是 就是就是过滤我们池子里面水的杂质啦 那那过滤下来的杂质 它会累积在我们桶子里面的绿材里面 那每个礼拜我们都会过来把绿材的部分 把绿材里面杂质的部分 就是把它冲洗到外面去这样子 我们其实每个礼拜最重要的保养是这一些 然后就会顺便检查一下 看我们所谓的地上 看我们有湿湿的 如果说有湿湿的话就表示说 我们的系统可能有漏水 那有漏水的部分可能我们就要查修说 就是看哪个部分有漏 因为其实游泳池的最大问题就是 我们这些罚件用久了之后可能都会漏水 那漏水的话 就是只要地上有湿我们都会做查修这样子 这一台就是我们游泳池的热棒 那它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在加温我们的游泳池 那它所制造出来的热 它会经由热水桶 然后除热 然后除热之后再经过我们的那个热交换器 把热交换器跟我们所有的 跟我们的儿童池SPA池 跟用池的水做一个热交换 然后来达到焦温的目的这样子 对 这一台就是我们的热棒 那它产生的冷 因为它是自热残冷嘛 它产生的冷 就会回收给大厅做空调来使用这样子 对对对 OKOK 等一下等一下